真的 喂 喂 喂 一二 这个楼 我坐定了 替你们两个人坐 你说什么两个人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又不老实了 没有 王小柱 王小柱 干什么呢 我心里不痛快 不行啊 这事还有事吗 没事 回号的 走 来 我 走 谢谢 不用谢 我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不管刀子我 刚才 她怎么说的 我想您都听见了 小律师 咋就五分钟吧 你让我说点啥呀 杨儿 你在不将没说过一句吧 我什么都没有 你拉着你跟我一块 过苦日子 记忆一顿保一顿的 连你住的地儿都没有 这算个啥呀 我就算是出来了 也跟你步不到一块去 我认命 我再回牢里再堆一次打牢 你就当你的男人出院本掙钱了 工钱你就跟吴家有 他们要有的是钱 他们不敢不给 你就往东了要 肯定不也不肯定 如何 стро 我还不肯定 我肯定不肯定 我肯定不肯定 也不能肯定 你肯定没有肯定 这个破坏 我肯定不肯定 好 下了班我去他家找他 你问他行不行 监主任真的不在 是为组织部找他谈话去了 好 谢谢 喂 大哥 是我 是找我呀 还是东方大厦又出案子了 路过 二楼汤宫海鲜 还有一桌客人等我 那我就在车里等你 你倒数 行 那是你进来还是我出去啊 小哥 吴总 你先去趟二楼照顾一下 我回趟办公室 好 您请留步吧 没事 我送送你 好 来 方啊 组织上找你谈话呢 是说明对你工作成绩的肯定 那也是对你今后工作能力的一种期望 但是竞争还是有的 再接再厉啊 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您还是别送了 谢谢您 好 那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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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晓刘 我在北门 你把车开过来吧 你把车开过来吧 我听你办公室的秘书说 你要高声啊 小刘 你先回单位吧 我还有事 你还有事 当然是请你喝咖啡了 这几天你都没回家呀 这几天你都没回家呀 小雨在家待着 你也不回家看看 这两天我们单位有事 正好碰一大案子 不是说要听你点直吗 我们崔队替我把事扛了 这个崔华队你当时不错呀 前几天我来过一趟 是吗 对 我秘书说了正好当时脱不开身 哥 一会儿你有饭局 我不多耽误你功夫 那你就说吧 这两天有个事搁在我心里 我一直不踏实 怎么又不踏实 那天小雨从医院二楼 摔写的时候 你在 是啊 我不是在那碰见你了吗 你比我先到 而且就在那个房间里 你想干什么 哥 今天我没穿警服 你要是穿了呢 我要是穿了就不问了 因为这个案子 目前已经结了 哥 那天我又回到了现场 你西服袖子上那个玻璃茬 就是那房间里的 你要是无法再称了 你真是一个当警察的材料 小语到底是怎么帅气的 这样 你到检察院 把这案子给撤回来 把刀子给弄清白了 把小语整成杀人犯 把我给整进去 你自己也甭当警察了 咱们兄弟三个统统完蛋 然后再把霸气 说给三长梁短来 把吴家弄得家破人亡 你能来大了你 哥 吴家也有我一份 我也不想咱们家任何人出事 我心里巴不得 这事赶快过去 可是管这案子的 不是我一个人 这么查一下 早晚有一天会出事了 与其那样 还不如谁干的谁认罪 也没多大的事 再说了 到时候咱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吗 我不想骂人 我舅俩弟弟 你怎么不学学小语啊 学小语什么呀 学习 实际学习 实际学习 你以后还得 认识坏 爬 就让这么厉害了 我这么厉害了 你就拿来 你告诉你 所以这两千尴义 你呢 他就是不是 你赢了 你的 全国少你一个警察不少 咱们兄弟三个 少一个是一个了 你看着办吧 见过刀子了 见过了 怎么样 方姐 你为什么到现在 还会一个人过呢 那你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男人 都是水性洋花的 没有一个能从一而终 怎么想你说这个 我这两天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 男人水性洋花 可能不会是一件坏事 他真是死拽着我不放 我估计我会受不了 从一而终那不是爱情吗 问题是谁也不能靠爱情活着呀 除了爱情还有恩怨利益事业 烂七八糟一大堆 对付完一圈以后还得对付爱情 我觉得自己就先变弯了 谁也不会只为情活着 所以大家都把利益放在前面 大家都无情 当初我让你接这个案子 就有点后悔 对了 这案子背后还是有事 我和你一样是受人之托 一切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了 你呀和胡雷一样 都是一个倔脾气 这样吧 我跟他打声招呼 你就不用去了 省得你们俩意见不合适 你累不累啊 喂 蓝芳 组织部找你谈了吧 谈完了 大有希望对不对 我比你还高兴呢 怎么样 在哪儿呢 中午一块儿吃个饭啊 临江市的王副局长也在 喂 吴总 你好 萧宁 中午有时间我过去一趟吧 把我们事务所的 委托协议书拿回来 协议书 来了你就知道了 好 你让蓝芳接电话 来 蓝芳 怎么回事 中午 两件事你听好了 最好按我说的去做 中午你见到萧宁 你什么都不要说 她爱怎么跑就让她跑去 给她结了钱 让她客客气气走 第二件 刀子一案 本身我就犹豫在 管和不管之间 现在我真的要出面管了 要不然会出大问题 这样下去害人又害己 好好好 我劝不动你 行了吧 我回吴家大院去说服吴老师 萧宁不接这个案子 还有别的律师会接 你你保不住小语就必须得放弃 你和余彪在现场先做伪证不说 现在又弄出什么交易来了 你是在 你是在犯罪你知道吗 你到头来小语保不住 连你自己都得遮进去 萧宁带王雁见过刀子了 你和萧宁答应过她什么 刀子见了王雁会说什么 你心里最清楚 幸亏萧宁不是外人 要不然想收拾都来不及了 走 走 吴总 划给中信律师事务所那个费用是多少 好像是一万多 我去财务查 等会儿等 你告诉财务 提十万现金放到办公桌 现在 跟我 跟我去天 小语 听话不苦了 你尝一口好吗 苦啊 她不喝就算了 我托同事堂的王大夫开的方子 特别好 清清醒脑的 王大夫不早就不坐谈看病了吗 今天早上我趁她沉淀的事是偷偷跟着她的 求了好半天呢 真鬼 艳儿啊 前几天我看你在收拾东西 怎么 想走啊 你呢 你呢 我不早 小语也真是难为你了 您可别这么说 这都我该做的 爸 小语也真是难为你了 小语在你这儿呢 王眼给买的药 小语又不敢到外边去 就这前沿后沿的转转来 吴老师 吴老师 也来了啊 方君好 我回来看看小语 好 中午就不早了吧 对 我去做饭 不用了 今天我来给吴老师和小语做顿饭 以前我也做过 王眼儿 你菜买了吗 买了 我都洗好放那儿了 那好 你在这儿看着小语不用过来吧 吴刚 来帮个忙 来 拿一下啊 来 拿一下啊 药你都喝了啊 乖 想看什么书啊 听话 听话 证明经济学家无铁宇教授 在七十大寿治不顾众人的优待 在外边伺候花花草草 小语 蛋挞 怎么这么小啊 你小你可不就吃小的嘛 你没学我孔让离是不是 凭什么呀 你说凭什么 不是 你们两个再一块就呛 你怎么一碗 你怎么一碗 你们约好的 说吧 乌雷让我给刀子请个律师 是我的好朋友叫萧宁 自家人也不说外话 本来我对那天发生的事 也知道点内情 没有深究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这家里的一个成员 可是现在萧宁接了案子以后 发现有些异常 我让萧宁退出这个案子 他已经答应了 为什么 为了乌雷 这关子萧宁没法打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会好些 黄姐 其实大哥一直没瞒着你 打一开始你就知道什么 对 你们审了又审查了又查 他其实就是萧宁 吴刚 你不是说案已经结了吗 有什么事 咱们一起准备一下 你搞什么 跟青人做了 你这下宁你 你行吗 你行吗 这事儿就让他去吧 帅哥要去开枪枪 你就拼吧你啊 看警察当然枪都开不上 玩这脑袋咯 完了事儿我早点回来 早去早回 狐狸 你去 把王爷给我叫进来 喂 去 灌点水去 晓儿 你怎么了妈晓儿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家过去 你吓人了 晓儿是谁啊 你谁啊你 那个 麻烦你出去好吗 我不认识你 你是不是嫁给他了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谁 谁要是碰你 我就让他活老头 你留下 你给我洗干 晓语 你给我走 走下 你 你给我走 大哥不容易啊 他这么做 全都是为了晓语 说起来 我觉得这个家里的 最辛苦 最重要的人是大哥 在外头场面上都是他撑着 出了事儿他想到的是先保家里人 从没有想到自己 就这么一个保法 小雨保不住 最后连他无雷也得陷进去 方姐说得对 现在只能放弃小雨了 其实大哥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但他还咬牙这样做 咱们得帮他 如果小雨还清醒的话 我想 小雨是不会难为大哥的 放弃小雨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你们真肯定是小雨 我觉得是 觉得 蓝芳 无理跟你说人是小雨 杀的 没有明确地说 但是 但是 爸 我是个警察 我觉得起码 起码 什么 公安局不止你一个警察 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你放 走 你跟我走 你给我走开 你给我起起来 小雨 走 你给我放开我 你给我走 月儿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你放开 王漾 我该在前院 律师带你见过刀吧 好 不 没 都 你们 别 喂 好 你敢挂我电话 人是你杀的吧 是刀子剖的吧 刀子替你顶罪 你就得付出代价 不就是钱吗 我说过的你得求我 我可能会收你五十万 一百万 一个小时之内 筹够一百万 过了时间 求我也没用了 凭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谁都不是 单凭刀子 要么你进去 要么付钱给刀子 给他 是你要吧 傻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也比 拿弟弟当挡箭牌 好得多吧 那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 小语愿意 你懂个屁啊 刀子为我也愿意 你是知道的 王爷儿 我告诉你 出钱也好 请律师也好 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讲道理 那我是把你当成个人 我也不想把这事情弄大了 既然你不给自己留退路 那我也没这个必要了 你肚子说就让他说去吧 空告不平知道吗 刑事官司讲的是个证据 我陪着你们 八年前刀子就用了你伤过人 这回你猜 法官是信他还是信我 我有证据呢 我拿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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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对你客气你不当福气 我给你 一个小时之内 拿钱到冰箱路 吴总 出去 吴总 他跟我要一百万 给他吗 一个小时之内提现都来不及 王雅也不是那种人 我找他说说 说什么呀 他哪是要我钱呢 他是要我的命 那您说怎么办 这是给脸不要脸 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我准备剪刀了 一定是我的 你ロ 플� 北小姐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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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倉 江湖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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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完全靠吴雷 在撑着这个家呀 十二年前 他以八百块钱 起步做生意的时候 连我都不相信他会成功 说实话 我都瞧不起他 爸 您说远了吗 不远 在他开始苦干的时候 你刚刚考上警校 兰芳也只是大学才毕业 可他就是从这八百块钱开始 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一直积累到了今天 这十二年 他受过多少苦 他遭遇过多少挫折失败 你听说过吗 他在家里说过一次苦 叫过一次累吗 这就是他的优点 更衬晓航 是 我先给你做蛋挞吃 只要我不走 谢谢 这次家里出了事 小语受到嫌疑 我真苦恼 我真希望有人能够帮帮我 可你们两个 一个是我觉得 一个是但是 但是只有吴雷在坚持 这不是庇护 这是在支撑 这是爱护 他在尽一个家庭成员 应该尽的责任 即使没有成功 他尽到了责任了 他像一个像样的大哥 爸 我也是这家里人哪 我是小宇的二哥呀 咱们与其坐等着案子 打回来冲审 还不如趁早还冲